116.香港經濟日報 日本電影人9條會 2015年7月18日人間到C01Editus Blog等隆結日本資訊 除了食買玩攻略,其實還有很多事值得留意 如安保發於前日在眾議院通過,引來大批市民示威抗議 早在週一,國寶級電影大師江崎進在期位於 小金井的個人工作室舉行記招時,以就安培俊三推行安保發 探狠批手上,此記招本來目的是美軍的普天間機場 將搬旺邊野古地區,市民組織了邊野古基金予以反對 74歲的江崎進是此組織代表,他則以所謂的美日合作 瑞雪老師已退休,其激情亦血型不變,甚為日本未來操心 他亦與一班電影人於2013年發起了反安保活動 因日本國憲法第二章第九條的內容,關於放棄戰爭 不維持武力、不擁有孫戰權,被稱和平憲法 因此日本民間有大量不同組織成立的九條會 其中包括電影人九條會、領頭者有高、山田洋翅、江崎康南等 截至本月十六日,會員有436人 我們熟悉的名字有獅子與和、吉永小百合等 因此,香港影迷看日本片就更能明白導演如何與當下對話 了解江崎晉為何選拍風起了、山田洋翅拍了母親、東京小屋後 年底還有二場奇緣爆後為背景的《如果和母親生活》 題外話,他明年3月推出《回應男人之苦》系列的新作《家庭之苦》 實在老如重拍、另可瀏覽電影人九條會觀網 以便更了解日本當下社會